于将军怎么样看 因为侯友所呈现出来的 还不光是说世人 这个有世人的问题 再来那一天应该说昨天 出席的中常委只有16个人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还有他连杨文科县长 都讲成了杨科长 怎么会这样 这就像你的幕僚 要让你的老板 先去参加一个重大的会议的时候 你会跟你的长官讲 会出席多少人 第一个讲话的是谁 下面的主要的这些宾客 有哪些人 或是主要的参与与会议多少人 你要让你的老板知道 你如果不让老板知道 那幕僚不及格 所以我认为 如果国民党32个中常委 只有16个出席的话 这应该更好记 应该更好记 你像我们长期在党里面 互动的人不用记 这30个中常委我们都认识 为什么认识 大家知道吗 这些中常委 再要选中常委 他要拜两次票 第一次他要选中央委员 他必须要全省去拜一次票 所以这些人你会认识 等到他选上中央委员之后 第二次他要选中常委 他在全省去跟党代表拜票一次 你怎么会不认识 那么侯友宜 你身为一个新北市长 你手上可以掌握了党代表 我告诉你 最差最差 五六十票跑不掉 那这些中常委 这些中央委员 会不去拜访你侯友宜吗 不可能 除非一个状况 你不见 你不见 党部的活动不要来找我 我只管市政 中常委不要来找我 中央委员不要来找我 那不是你没有机会认识 中常委中央委员 是你不想认识 你根本不想认识 否则不可能不认识 他跟整个党几乎是疏离的 就是其实国民党以前 包含我讲 中常委怎么产生 说不定投友也不知道 中常委 一个党代表可以投几票 说不定他也不知道 他根本搞不清楚 他从来不参与 他从来不参与 他根本不认为这些中常委 这些中央委员 是个什么角色 他不认为 他觉得 有出席就选民意代表 没出席才当中常委 我跟你讲 很多傲慢的蓝营大佬 是这样告诉我的 真的这样告诉我的 侯友一直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想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不是 你怎么会不认识中常委 国民党中常委 就这么几个 你怎么会不认识 然后你 你叫不出名字来 是失礼 所以你这个礼拜要去找周典论 我觉得也应该 你要说 不好意思 我不认识你女儿 不好意思 我要再来认识一下 对不对 可是记得 跟周梦隆讲话的时候 眉毛不要动 眉毛不要动 因为对女生讲话 这样动不好 所以说 当侯友宜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们发现 他真的开始关心民调 我们选举过的人 我们选举过的人 你会不关心民调 你说像原志向委员 我们都选举过 你会不关心民调 民调公布出来 你第三 骗人 假的 怎么可能 一定会关心 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我什么地方不够勤快 我什么样的选举的策略 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会开检讨会 那你会期盼 下次民调上来 没有选举的人 不担心民调 我不相信 余强女士认为 他侯友也录那个影片 那个眉毛一直挑 是代表他这个 心中不安 心中已经不安 坎克不安 真的 我们带过这么多兵 我带了兵几万人 我带过这么多兵 那个兵跟你讲话 是从容不破 还是眼神闪烁 我们就知道 他讲的是实话还是假话 有的兵 那真的是一副诚恳 跟你讲话 两眼直视正前方 然后点头摇头 非常正确 那个兵老实兵 那个兵跟你讲话的时候 请问你家住哪里 我住新北 你认为这个兵是老实人吗 对不对 你有没有女朋友 也许有 我们当兵碰过这个 班长就说 你眉毛动怎么动 怎么会站着 我想真的 这个我们带过这么多兵 那个兵跟你讲的是实话 还是谎话 我们一听都听出来 那但是有一种是例外 就是这个兵实在是很老实 你问他 说你家住哪里 那他讲不出来 或者说 请问你的父亲 我真的只有一个父亲 没有骗你 那这就是太紧张 太老实 可是侯友宜是吗 侯友宜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那他那一段话到底是 他自己要讲 还是可能幕僚 准备给他 说越吃越耍嘴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第一个难堪 真的难堪 侯友宜以前 你不管问他 这个九二共识 还是问他核能政策 他讲的叫签师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到庙里面 抽签那个签师 那个要解签人 才看得懂的 要签师 可是这一次 有关于这个老三核犯 他说原来老三核犯怪不得这么好吃 越吃越耍嘴 一直拼第一 心虚 真的心虚 否则的话 不会从政治咖变众议咖 你知道吗 真的 我觉得侯友宜已经慢慢变众议咖了 就是他的这种表现 这种回话 说句实话 开始有梗了 有梗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你真的已经信心起来了 你的民意 民调起飞了 然后你可以驾驭所有的 跟你竞争的候选人 第二种是实在没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好拍这种微影片 这种众议化的影片 来讨好选民 所以我真的觉得 如果侯友宜你要打破人设 不是从表情 眉毛上打破人设 你应该从你的政治上 你的核电方向 你的能源方向 你的两性平权方向 来打破你那种 凡事都没有主义的人设 这才能改变你的民调 否则 要比眉毛轻挑 要比眉毛精彩 说句实话 所有众议的大亨 都比你更精彩